今天另外看到两个消息是关于什么呢 第一 WTO裁决美国去年 自去年开始向中国征收的高达数千亿美金的商品的关税以来 WTO初步裁决美国违法 美国违法 针对这次裁决呢 不出所不出所料 特朗普及特朗普团队 一致对外开喷 喷WTO又被中共控制了 然后呢 因为WTO纵容中国 让中国逍遥法外 我这个脑回路啊 又是不够了 WTO作为一个国际经贸的组织 它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则 对吧 那作为这个组织的官方的代表 那么人家裁定你美国是违法在先 结果呢 你反过头 你又说他违法 所以呢 这个 听用意思 听用意思 就跟当初这个WHO一样 美国不是退出WHO吗 他不是也说WHO被中共操纵了吗 除了WTO WHO都跟美国闹翻了以外 今天联合国 今天美国也吃鱼了 联合国今天呢 也做出了一个表决 就是关于新冠疫情防治全球合作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新冠肺炎疫情综合性决议 决议草案全文以169票高票通过 决议称开展国际合作 建行多边主义团结互助 是全世界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危机的唯一途径 敦促会员 要包容 要团结 要反对种族主义 什么什么这些啊 169票同意 有了两票反对 两票当中 其中有一票是美国的 六万一票是谁呢 就是美国的忠实忠实 不能再忠实的盟友 以色列 这俩国家反对 那169票同意 那这个决议是吧 毫无悬念就通过了 通过之后呢 美国呢代表团啊 这个必须的是吧 要再喷一下联合国 说联合国呢 又是这个不公正啊 我也不知道他所谓的不公正 正在哪里 169个成员国都觉得人家公正 就你们俩是吧 你们哥俩觉得人家不公正 据可靠消息 是吧 以色列那边疫苗呢 发展的还行 目前应该是 以色列那边疫苗 一旦出来之后呢 美国应该是优先能够用到的 或者美国和以色列背地里 一直在合作开发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以色列呢 是不是感觉到 我一签了这个协议 或者我一同意这个表决以后 你们这帮穷狼蛋 是吧 都要让我给你们捐疫苗啊 啊 那不行 对吧 美国在旁边一看 那以色列这疫苗本来就产量有限 他得紧着我用啊 我能让别人用吗 对不对 我是世界老大 老大是什么意思 老大就是先吃啊 吃剩的你们再吃 所以呢 他就强按着以色列的脖子 啊 两个人捆在一块 就是拒绝了这项表决 这项表决说白了吧 就是促进各国之间相互团结 相互合作 共同应对新冠疫情 啊 那美国现在这个无论是在 新冠的这个防治上 对吧 抵御新冠这个上面 他就没有体现出自己想跟别人联合 一起对抗这个病毒的这个意愿 对吧 从当初的抢口罩 从从中国是吧 抢了好多口罩 截了好多壶嘛 从他的盟国手里 人家都吃进嘴里了 他又硬硬把这个口罩从人家嘴里又 又拽出来是吧 这个这事儿没少干 啊 这事儿没少干 包括美国也大放厥词啊 提前很早就说了 只要是 这个不管是哪个国家啊 研制出疫苗都得优先让我们用啊 美国人才是天选之民啊 是全世界70多亿人当中 只有这三亿多是上等人啊 必须什么都优先用上等 让上等人先享用啊 所以呢 这个今天的联合国这份关于新冠啊 全球合作 共同抗击这个表决呢 这二位呢 没通过 也算意料之中 那么今天呢 就一个是WTO裁决美国这个违法啊 这个联合国啊 美国投反对票一天两个新闻啊 那么我一看在结合之前的WHO 我看啊 美国可能离退退 能离退联合国这个最大的群 也不远了 如果说这个建国真的能顺利连任的话 退联合国这个美国的未来不是梦啊 我看了